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 捷刀特曼尊皇形态的可动人偶 来看一下包装的侧面 背面是玩具的介绍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偶 摆出很多很帅气的造型 还有他的必杀技造型 那赶紧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打开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零部件 有两把王子之键 然后还有很多更换的手部零部件 还有一个红色的彩色计时器 那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 捷刀特曼尊皇形态 这个人偶身上有很多黄金颜色的部分 再来看一下他的脚步 接下来来看一下他的披风 发出黄金的颜色 然后里面是红色的 看起来好酷啊 那和捷刀特曼的原始形态 来对比一下 他们的眼睛 还有彩色计时器是一样的 那让我们来和软胶的尊皇形态 对比一下 软胶的这一个 看上去颜色更鲜艳呢 看,他们的披风 都是黄金的颜色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可动零部件 他的头部是可以上下左右摇动的 然后这是他的披肩 也是可以动的 胸口的蓝色彩色计时器 还可以拆下来 然后换上红色的 那变身时间快到的时候 就会变成了红色 然后是手部的可动 他的手臂和手掌 都是可以独立运动的 然后手上和脚上 都有黄金的护甲 右手是一个握拳的姿势 那尊皇形态 看起来好像戴了 黄金的手套一样 然后在他的腰部 还佩戴了一把王子之剑 那这是一把大的王子之剑 可以拿在手上 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是真的中华形态一样 他的披风也是可以摆动的 可以左右摆动和前后摆动 那可以模拟 他出现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再来看看脚步 脚步的关节 也是可以独立运动的 那我们可以来摆一个作战的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然后再来摆一个发动 然后再来摆一个发动避杀技的姿势 让我们把捷得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也装上避杀光线 然后这是贝利亚最强的形态 他手里拿着的是非常厉害的闪电战斗仪 据说这一把战斗仪可以召唤怪兽呢 好啦 今天的玩具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面的可动人偶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之后还会给大家带来 无限赛罗的可动人偶 敬请期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